倒水的时候养这个习惯 我们就溢出水 很多人拿着水柱的时候 一叫很大水 怎么叫我们的溢出水 因为出来的水柱 你看它水柱多大 好控制到吗 我水出来之前 热热水柱的时候 再进去 我们的溢出水 知道吗 有种习惯 一冲茶 就吃着它倒进去吧 就是养那个习惯 我们溢出水 知道它水柱太小之后 再进去 沿着这盖碗 币 加水加到这个大概是 30.15左右 这个时候它的水温 就不是很高 大概是5-60度左右左右 那时针状的时间 30秒到1分钟 在这个第一段 醒达过程当中的时候 记得是比时间比较长的嘛 那我们就是洗杯子 倒水进去 去洗你的被子 你洗完你被子 这个时间大概有30秒 到1分钟左右 那这个时候 茶汗喝出来了 把它拎一拎干净 第二次 我们的韵茶 其实也还是洗茶 知道吗 这个汤浸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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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 这个时候水温要高点 大概7-80度左右 刚才的方法就是一样 从这个地方住 只不过水温 这个时候 整个茶已经有定温度了 再加上的时候 我们加水加满满一点 到一半水温 一半水左右 那这个时候水温大概7-80度 时间大概30秒左右 这可以再多暖一点 有的人不知道说注水时间 我们下午讲的整个中泡的时候 注水时间大概是说 8-10秒 从进水到出水 下午就正常中泡之后 怎么达到这种 8-10秒不知道 也是一样练习 自己数数字 1-2-3-4 一直数到8-10 你数量慢慢数 你知道这个时间的吗 但你练习时间长了 你知道大概多长时间的吗 你不知道什么数数字 养这个习惯 那么我们下午 这个我们的这个过程 去醒查醒醒完了 有东西解决说 为什么要醒查 其实不用我去讲 你回气的时候 做一个同样的对比试验 人都不拍个眼光了 一个就刚刚通过 这两道程序醒过的 另一套是没醒过的 先醒这个先点清醒两次 醒完之后放在这边 那这个茶医 也有茶医碗 要同样的盖碗 同样重量 同样时间冲 你再加个盖碗 这个不行 然后这个开始对对冲 这个时候开始洗茶 这个也洗茶 洗一次 这个洗一次 那么对葵姓的喝一下 冲的汤感完全不一样 那我说下 冲完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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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完茶之后 下以后就冲泡 冲泡的时候 如果熟茶 建议你们再洗一次 因为熟茶温度要高 但是这个洗茶的时候呢 就是水温 熟茶温度要高 对吗 注水快一点 出完这马上出来 生茶你可以 第三个可以 直接喝了可以 不用去洗茶 我们生茶的可以 直接就喝了 知道吗 正常冲泡的时候 掌握一定要 你打不到这种很均匀 这个注水的话 你定点注水 固定一个地方 就在这边注水下去 水温度不用太高 也不用太低 控制在三到五厘米左右 注水时间 从浸气出来 我们的注水时间 控制在八到十秒 我们为什么八到十秒 因为你说 你两三秒 说明你的水流很急 水温度很大 因为你的时候 温度十几秒 说明水温度太细了 知道吗 不是我们当然 掌握在八到十秒左右 整个注水时间 出汤的时候也是一样 出来的时候 也是控制在八到十秒左右